首先将硕鼠下载程序安装 安装上以后 不管安装在哪个盘里 只要它能使用就行 安装好以后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图标 在电脑桌面上 然后打开它 打开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将它最小化 然后 点击浏览器 然后在土豆网或者优酷网 查找你的视频 你可以在这里搜索 搜索出来一个视频 或者你在下边 搜索出来视频就和这个一样 等下说我搜索一个视频 随便吧 等下说 山珠鱼之恋 山珠鱼之恋 然后搜索 搜索就会出来很多的这样的视频 然后呢 你随便选中你所需要下载的那个视频 点击它 点击它以后呢 不用管这个视频它出来还是没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 地址栏 在这个窗口的地址栏 这就也都是这行 这行呢 然后点击一下 等这一行全部变成蓝色 或者你这样 让它全部变成蓝色 然后呢 复制这个地址 复制这个网络地址 然后呢 到你刚才最小化的那个硕属界面 然后 粘贴 或者呢 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窗口的话 你点击这里也行 我看一下啊 等一下 点击后退一下 没有 它有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方向呢 它有个新建任务栏 然后呢 点击打开以后呢 和这个是一样的 大层小异 就是 如果没有那个 你就点那个新建任务栏 新建任务 也会出来这个 然后点击 开始 开始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那个好几种 视频的清晰度 有256P的 有360P的 有时候呢 还有480P的 高一个P度呢 它的清晰度就会增加一倍 那这个呢 我们就选 现在它下载是256 那我选360P的 然后呢 点击硕数下载 然后点击这个黄色的 然后再点击推荐的 这一个 在这个地方呢 它会涉及到存储位置的问题 存储位置呢 嗯 就是说你下载 你这个视频 所需要下的 存储人的位置 那现在呢 我在这 先预先呢 我存储在桌面上 存储在桌面上 然后呢 点击确定 现在呢 这个视频就下载了 嗯 这还有完成的速度 这样 然后这就是 硕数下载 硕数下载器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 还会涉及呢 就是 合并的问题 合并呢 就是点击这个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有硕数合并 简易版 然后呢 在这 就会出来 你所下载的视频 如果要是 一个大视频的话 它会分成好几段 然后呢 点击智能合并 它就合并到 你 然后呢 再选取 你所合并的视频 存储的位置 就可以了 或者呢 你将分开的视频 导入 导入以后呢 然后再开始点击 开始智能合并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就是设处 下载程序的方法 然后呢 再次设备